念佛感应路 一 七 念佛与明 十一 念佛悔过可渡巴南 编者 慧敬法师 宋朝 沙门僧规 不勤修业 好游白衣家 永初元 四二零 年十二月五日 忽无病报死 经二日而苏愈 自说云 被鬼族复制名处 主侍者已称称其罪符 而未归曰 此称量罪符之称也 辱符少罪多 应先受罚 而有一人衣冠常者 未归曰 辱沙门也 何不念佛 我闻悔过 可渡巴南 归于是一心称佛 衣冠人未立曰 可更为此人称之 既是佛子 性可渡脱 立乃父上愧称之 称乃正平 继而将归至监官前辨之 监官只比官部 迟已久之 又有一人 朱一玄官 配印受职御板 来曰 算不上未有此人名 也监官恶然 遂命左右放悬 截录自明报记及书卷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